大家好呀 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月季呢 它叫做樱桃果汁 它还有一个名字呢 叫做绝色果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刚刚开出来的这个花朵呢 是这种橙红色的 然后随着慢慢地打开 边缘的这个橙红色呢 会变成这种颜色 慢慢地偏紫色 越开越紫 然后是这种颜色 然后到最后开成这种颜色 有一种梅子复古色的感觉 这个颜色其实很像我以前种过帷幕的颜色 所以这颗也是我看到的果汁芽变当中 能够开出复古色的一个芽变品种 就给了我意外之喜 那么樱桃果汁 去年冬天的时候 它跟黑红果汁两个开的是一模一样的 撞脸了 我都分不出谁是谁 然后我说难道这两个是同一个品种吗 那现在给大家来平反一下 因为黑红果汁就在它边上 我们来看一下黑红果汁的第一波春花 黑红果汁呢 大多数的花宝都还没有打开 但是明显能够看出它 跟樱桃果汁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黑红色的 而且带有一点金属的色彩 有反光的花瓣 也是很特别的一种颜色 开到后期是这个样子的 确实是黑红色的啊 因为它大多数都还没有打开 打开之后还会给大家介绍它的 所以这两个品种 就这样明显一对比 完全不一样了 那在我看来 其实我更喜欢这种复古色 如果整盆开到后期 都是这样的颜色 我会更喜欢的 因为复古色的月季 本来就不多 复古色的果汁就更少了 所以很惊喜啊 原来它们不是同一个品种 那然后我买的时候 好像记得樱桃果汁 跟橘色果汁是同一个品种吧 但是有话又跟我说 它们是不同的品种 我也搞不太清楚了 不管怎么样 它在前期的这种亮红色 以及开到后期的 这种复古梅子色 都是我很爱的 它放在花丛当中 就是很亮眼的一个存在 就是有一种能够让人 过目不忘的这种存在 颜色太特别了 然后它到我这边 好像有一年多一点点了吧 我怎么没有看到过 它开这样的颜色 去年春天色彩也很美 但似乎跟现在也是不一样的 对了 去年春天它是垂头的啊 有话又说 怎么它垂头的 其实不能怪它 主要是我生病之后 养护上出现了问题 所以它们的根性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基本上去年春天 我这边的乐际不垂头的 寥寥可数啊 所以它本身绝对绝对 不垂头的 你看看这个直立性 那它优点当然跟果汁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 它的花量 花的大小以及香味 我觉得跟果汁呢 都是非常相似的 抗病性 长势也很类似 就颜色不一样 花形上 果汁开到后期 它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除了颜色不同 其他跟果汁很类似 喜欢果汁的话 我觉得你更会喜欢 这个樱桃果汁 或者叫做角色果汁 真的是角色啊 人间角色啊 这个名字 一点都没有起错 那现在它才一岁 多一点点吧 接下来如果两年 三年下来的话 这盆华绝对会惊艳很多人 所以我又想买果汁新的 鸭片品种了 因为它们真的太优秀了 好的 那今天这期视频 就先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